嗨,大家好,我是悠悠 5月30日将迎来双子座水星逆行 在水星处于强旺状态时 发生的逆行将会带来强大的影响力 水星双子座掌管着传播与沟通学习的能力 因此此次逆行将会引发人们在沟通交流 与思考模式上的停顿与改变 建议在做计划与人沟通时 再细心和有耐心一点 仔细倾听,解释说话 避免与人发生言语冲突 但同时,此次水逆也是修改计划 经理思绪的好时候 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此次双子座水星逆行的终点项新作用 双子座,初女座,射手座,双语座 双子座,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开始变多 你可能一直在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 但水逆带来的力量将推翻你之前的一些想法 打乱你的节奏 部分人可能对生活抱有过度的幻想 无法专注于现实 在工作或学习时容易犯迷糊 初女座 此次水逆令你感到尤其的迷茫 工作上可能会因为一些错误导致进度拖延 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起未来的规划 并可能对计划做出调整 在此期间,需留心与上级或市长的沟通 避免曲解对方的指令 这首座,本次水逆使你对关系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或是进入了新的模式 可能会重新审视与恋人和身边朋友的关系 有些人会和旧友联络 或是被前任纠缠 需避免因沟通不当而引发误会 另一座,近期会把重心放在家庭上 有些问题需要与家人反复沟通 建议多点耐心和包容 以免发生口舌之争 有购房计划的双鱼 在签署购房合同时 可能会遭遇复杂的手续 建议尽量避免在这段时间签约 点赞转发,人箱开挂